不得不说宝鸡这边的物价真的性价比是特别高 我们就这一碗酸辣粉加一笼包子12块钱 所以我觉得这边消费真的是可以 大家好 我是旅行的土豆 目前我和背包个饺子在这个陕西宝鸡 今天准备说往那个甘肃发上出发 感冒了 太不舒服了 然后一会我们想吃点饭 我去那个去看个医生了 今天这个阳光越比前两天要刺很多 今天温度应该二十好几度 好热 今天我们还选择吃面食 你看这边的这个牛肉面 饺子点的是大盆子变拌面 其实这物价我觉得还可以 这么多的肉主要是 这个肉有十几块钱 两份小菜七块钱 我觉得比西安那些地方便宜多了 吃了一大碗面 现在准备去打针去 昨天就有点受凉了 昨天晚上脚再给我吃了感冒药才睡的 今天早上起来也吃了感冒药 但是太难受了 现在鼻子都闻不到味道了 三十九块八 以前我也学过这个算盘 小学的时候三年级 饺子从来没有把过买它做 他也试一试看看自己五脏六腑 有没有问题 这边这个老中医还是他们当地人跟我说的 然后自己找过来一个小小的这个诊所 说这个老中医特别好 他说我这个没有发烧 没有必要去打针 然后给我开两天的药 吃了就没帅了 哇今天中午吃了药昏睡了一下午 感觉要好 好很多 然后晚上还是去昨天那个小吃呢 去吃点小吃 不得不说宝鸡这边的物价 真的性价比是特别高 我们就这一碗酸辣粉加一笼包子12块钱 那其他地方的话 可能这一碗酸辣粉就已经12块钱了 所以我觉得这边消费真的是可以 晚上饺子说他要做明天的那个三明治 我们在路上吃营养得跟上 要不然你看这免疫力下降了 稍微有一点点就不舒服了 是昨天超市买的那个香肠了 煎一下 再煎一点鸡蛋 好开始做三明治 搞了一点那个是蛋黄酱 然后上面就弄鸡蛋 哇 真的可以 多搞点蔬菜吧 嗯 补充一下 这个搞了四成 然后明天早上吃一半 中午吃一半 哇 其实菜也可以这个 哇 你看这小包装真的搞得太讲究了 这是我第一次出来玩户外 搞得这么 这么讲究的 真的 中国好队友啊 哇 看看饺子的这个神器 嗯 这可以擦萝卜 擦萝卜擦土豆丝 可以换这个 这个擦更细的 天哪 今天就相当于又在这边摸鱼 摸了一天 没事 今天晚上要吃了 再发上一身汗 明天早上早点出发 一样的 加油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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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